陕西这所校园旁的窄巷内 学生一个一个倒在血泊中 性命垂围 他们全都是被一名黑衣男子砍伤的 早看的学生倒地不起 旁边的住户财经爵出大事了 高喊快点叫救护车 现场一片混乱 这时候凶险还在逃 警方手持长把追捕嫌犯 终于在窄巷深处 逮到一名28岁的男子 他说会随机砍人 全都是为了报复 经过初步审讯得知 犯罪嫌疑人交代 他在米之三中上学的时候 受到同学的欺负就怀恨在心 于是就产生了迟到杀人的念头 嫌犯说学生时代遭到霸凌 现在拿刀随机砍人来泄恨 他还特地选在放学时间 窄巷内犯案 手持33公分长的匕首 手无寸铁的学生根本无处逃 莫及者说凶险锁定女学生砍 因为女学生跑不快 只能任他宰割 恐怖行径震惊外界 而整起事件也造成 9名学生死亡 使人受伤 记者张惠林报道